这个观众朋友叫泽大大 他说2246哭喪 他说12.5就沽了 他说现在是否要挠回 今天就现在弹8% 去到12.1.8的水平 通常这些股份 跌得相对太过火之后 他都会有巡迷有一些反弹狼 突然你弹一下你才追 你又怕不怕 每次弹完他又散回去 你每一次弹你就追的话 就变了是每一次的指浪 你就捉到正了 就是说黑色阴蜜 你捉到正了整个浪 你每个指浪反弹 最高位那里去抓 那就没有人去抓 做车这个 那是很可憐的 你上面可能其实IPO抽过回来 你已经重伤了一段 然后你还要在之后 每一个指浪的反弹 你才是后支后果追 然后又跌回来又止损的话 哇那你伤害你都挺目限的伤害的 这个有多少钱吗 这个伤害 这个OK 所以也都对于这个股份 我觉得是相对失望 这个 还有我们都会很直接地 我觉得有点少许是 就是影衰我们香港的独播手企业 就是你不要介绍我说到这么正 因为其实这个股份 其实来说是一个 就是纯了香港的股票来的 那你这样打下来 其实你都挺影衰香港的 我老实说 你这样可以打下来 是不是反过逆推 你定个价 其实来说真心是偏贵呢 那你跌了这么多年后 那股东信任你的 那一下就没办的 这个你带股东 究竟你是什么想法呢 所以我对这个股票呢 我真心然呢 我是觉得是相当失望的 对了 重新我对它失望 不是因为我们基金 马底有抽 是输到云低 那才在那里骂 那我们可以很理直 气壮利身 一见到公共资的 fariation 我们立刻不抽 所以这个股份 我们是零伤害的 我们纯粹客观地去 就是为小股东是抱不平的